各位 熱騰騰的iPhone14 Pro跟14 Pro Max 現在登場 我們要來開箱了 果粉們玉貝貝 強在16號領到iPhone14新機前 3C達人先來開箱 這個紙其實我覺得如果到時候在陽光下 或者是在戶外的話 搞不好它的顏色還是有點變化 其中最受矚目的還是新色暗紫色 首度亮相 外觀看來典雅 但開箱後有網友比對光網顏色 認為整體感覺偏暗 沒這麼夢幻 當時大家不是一直說驚嘆號嗎 你自己看到這邊真的是一個小瀏海 然後跟一個鏡頭 瀏海沒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功能動態導 特殊設計引起外界討論 但還是得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 動態導旁邊的長型要玩 開影片也會遮到螢幕 還有i14價格比13 硬生稱貴2000 重點插頭依舊沒換Type-C 也是讓民眾卻不原因 iPhone10新機出了之後 也代表越來越多人會使用5G 而現在要爭的就是5G的平譜 不過隨著遠傳整併了亞太 台歌大整併了台灣之星之後 這其中也出現了超頻爭議 老大哥中華電信眼看 對手用戶平譜步步逼近 董事長謝金茂罕見喊話 認為台歌大低頻超標 關鍵頻率資源過度集中 應該重新釋出攪回 台灣大也重炮抨擊 認為整併後三家電信都超頻 隨意繳回頻率可能讓用戶受影響 是不治之舉 也認為單一業者不要越阻帶跑 整併以後沒想到他就變不是第一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當然 他們自己要維護自己的權益 如果收回那我們消費者的收訊怎麼辦 平譜多了當然對我們收訊會比較穩定 穩定我覺得穩定對我們來說 我們才會有申辦的意願 3C達人說明超頻爭議 對消費者來說短期不會有感 但要是真的把頻段收回 用戶訊號就會受影響 最終還是得回歸NCC法規訂定 保護消費者權益 體驗新聞網響張慧閒 台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